如果你想知道你跟你爱的人有没有缘分在一起并走到最后 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啊一定要听完 我有一个已经结婚的朋友 他跟他媳妇呢就是因为一段奇妙缘分在一起的 当时他媳妇啊每天在学校早上七点准时去吃早餐 我这个同学呢是经常熬夜不规律 大学四年从来没有吃过一顿早饭 可是那一天他偏偏凌晨玩到很晚 然后早上回到学校吃了个早饭就遇到了这个女生 当时对这个女生可以说是见色不是一见钟情 他就跟那个食堂打听 然后食堂阿姨跟他说 这个女生每天都会来食堂吃早饭 特别规律 所以从那天开始这个男生就逼着自己把作息调回来 然后早上去食堂和女生偶运吃早饭 后来就这样一个多月 男生终于有一天鼓起勇气 那女生打了招呼说 可以跟你交个朋友吗 女生说我记得你看你面书 你不是每次都坐在我对面那个桌吗 男生说是是是 他们两个就这样相处了半年多在一起了 在一起后女生问 你说那阵咱们怎么能天天都在一起吃饭 遇见的挺巧 男人说对了 命中注定这就是缘分 可是这样一段甜蜜美好的爱情 却在他们大四的时候出现了转机 因为当时大四马上毕业 男生考了研 而女生选择上班留在本地 男生和女生约定说 自己研究生毕业之后 三年回来 回到本地 咱们一起在这生活 然后你这两年呢就考个编制 或者找一个好的工作 女生想了想说也可以 两个人决定一地恋结束 以后就一起来到这个城市生活 女生刚开始都很憧憬 但是连考两年编制都没有考上 是新回忆了 再加上女生家里 给女生介绍了一个稳定又清闲的工作 在老家三线城市 女生就有些动摇 和男生说我不想考了 我也不想去一线城市 我想回老家了 生活成本很低 工作也好找 男生说 你怎么违反了约定呢 男生很生气 觉得女生不愿意为自己付出 女生说 确实我们当时计划好了 但实际情况太难了 我做不到 是我辜负了你 对不起 男生很难过 因为他心里边知道自己读研读了三年 不可能毕业以后去个三线城市发展 所以啊 不想委屈自己 感觉太亏了 还想去一线城市 直接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直接就能很高的工资 所以女生看到男生的沉默 跟男生说 人的想法都会变 那咱们两个可能也是缘分到了 我们分开吧 男生当时没有做任何回应 因为他不想分手 可男生呢 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可能啊 他也觉得缘分到了 那天晚上一夜没睡 给我打电话 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有多爱他呀 男生说我考研 就是为了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 我说如果女生不让你考 让你直接上班 能不考吗 男生说不能 我说对啊 所以你不要说考研为了女生 你是为了自己吧 男生沉默了 我说你要是不想分手 明年就请半个月假 赶快坐火车找女生 你呀去他老家 然后当时男生说不行 我学校这边事情很多 我要请一天假 老师很多事我就帮不了忙 老师跟我关系不好 你凭什么说你爱他 你凭什么通过一个口头承诺和约定 就耽误人家女生三年的青春 女生完全可以跟你分手 然后趁现在年轻 在身边找一个更合适的 两个人前途更符合的 男生就沉默了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他的决定是什么 可是第二天 我收到了他的信息 他说呀 已经在去找女生的火车上了 我说你怎么突然想通了呢 他说呀 因为想了很久 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是所谓的缘分 而我深知这个缘分 是我蓄谋已久故意创造的 所以这次分开 所谓的缘分到了 只不过是因为我不愿意委屈自己 不愿意让自己吃亏 原恒利弊而已 所以我决定这一次 我还要继续创造这个缘分 一直到今年上半年 他们两个结婚 结婚那天我去他们婚礼 我悄悄问他 你跟当时这个女生见面和好 你和他说了些什么呀 把人家又忽悠过来了 男生说我告诉他 人的想法都会变 就像我们两个约定好 异地恋 毕业就去一线城市生活 但是他考了两年编 发现很难 所以决定不在一线 当时的我好像考研毕业以后 一定可以去一线城市打工 但当我真正快毕业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能力 可以在三线城市创业 说不定这个对我会更有机会 更能创造价值 而他在三线老家 干一个清闲稳定的工作 干久了说不定 也想去一线城市再感受感受 我们不必为了一个 没有发生的事情 就在当下做一个果断的决定 我相信我们的爱 可以迎接所有的变化 因为缘分从来都是在我们的手里